这个星期的麦叫我KOL 我们对喽米奇友 Hello 大家好 我是米奇友 刚刚认爱不久 以一个女生的角度 我觉得你在谈恋爱谈了两年多 还能够散发那种恋爱 还有非常幸福的感觉 那只有两个可能性 一个可能性就是 你们依然在热恋中 而第二个可能性就是 你就真心认定这个男人了 我是一个需要保持爱情的热度的人 所以也因为我们是 远距离的关系 所以我们对方会有很多空间 所以在这个空间里面 我们就会很容易有 就是在查处恋爱的活 好甜蜜哦 没有啦 两年远距离恋爱 还能够维持热度的话 不容易 以远距离来说 真的是算蛮长的见面 疫情前我们大概都是 一两个月会见一次 然后一次就是一个星期 或者两个星期 现在疫情之后 我现在是最久没有见他 我现在是三个月没有见他 真的就超想念他 迫不及待 我要先公开 我不理 后也不小心 排到照片啦 其实想要在这里跟大家讲 我恋爱了 因为我觉得 让我决定公开的点 其实是粉丝 其实之前我会很担心 一些年纪比较小 或者一些比较不理性的粉丝 你恋爱啊 我要退追 其实那是真的有发生这样子的状况 真的是 我很开心 是我的粉丝 只有很小很小很小部分是那一种 到时候我决定公开的时候 其实很多人 表示支持 然后也很开心 尤其是 追踪我很久的粉丝 他们 就是说 感觉看到你 公开我自己脸上 带着姨妈笑 我相信 因为米奇尔是女神嘛 真的可以在你身旁当你的男朋友 是万里飘移 所以他一定有一些特别的地方 让你身陷在恋爱当中 无法自拔 他的最大优点是什么 我很需要一个 很有幽默感的人 做一些很无聊的事情让我笑 所以我觉得 他是那个人 就是因为你知道 幽默有很多不同的幽默 有些幽默你会让你想翻白 像培勇那种 不是想翻白 我怎么这么好看 他 就是真的 也很贴心 毕竟是在这个行业里面 对男生来讲比较敏感 譬如说我之前可能一些穿着啊 或者一些可能会接触到男嘉宾啊 他都蛮可以接触的 这点真的很重要哦 那要不要就是说一下 就放一下小男 你男朋友 曾经对你做过最贴心的事情 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大辣辣的 然后他就会在旁边 帮我做一些小小的事情 就譬如帮我带这个 譬如帮我带那个 然后吩咐我这个东西带了没 对我来说最贴心的事是 我很常就是走在大马路上 就是可能就是走外面 然后他就会一把把我抓进来 就是让我走到马路里面 就是到现在他还是会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会觉得 哇哦 我们很好不需要任何愿意祈祷 你有聊到说你最近就比较自由了 工作的部分其实我觉得我们大家都很关注 接下来你的工作会话是怎么样 我会注重在YouTube 因为其实大家之前可能会看到我 在照片比较多 或者在一些节目比较多 对对对 我会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些我 私底下的生活 因为其实就是已经有一段时间 在这个圈子里面 蛮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有一段时间 所以就是现在就是让自己 先想一想 后来要怎么做 可是因为其实我有太多的计划 可是因为疫情关系 我没有办法去进行 有一点延迟 所以时候再看要怎么成立 说到其实我本来不懂的 我是因为刚刚看慕山庭的时候 我才发现说 Michelle她投职球的能力是很高 就是你喜欢的话 你就会还蛮主动的 现在有一些是男生 他们都可能不太主动了 因为其实现在的男生 真的很缺乏主动这两个字 然后他们都在等 不知道在等什么 对我来讲 会不会觉得 你到底在搞什么 如果一个女生觉得你跟她 你对她是有感觉的话 你迟迟不开始 你就会觉得 你是不是真的 因为这样喜欢 主动一点 喜欢就去追求 OK 我喜欢你 我不喜欢你 我自己是一个女生 我自己都会觉得 应该说 不要管结果 试试看你不知道 你不是你不知道 有没有结果 不是你就一定没有结果 最多的当下 对啊 没有遗憾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好啦 那就 坐天底下 现在还在单身的男子女子 好像Michelle这么幸福 耶 可是自己一个人也可以很幸福啦 因为大家都会觉得 好像单身 好像很可怜 这样没有没有 是一个人也可以 是是是 其实单身有单身的好啦 只是如果到最后 你能够找到另一半 和你分享 生活的苦还有乐的话 它是简直的庆祝的事情 谢谢Michelle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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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